2月3號凌晨 第一批滯留武漢的台灣人回來了 但還有幾百位台灣人在當地 苦苦等候 什麼時候能回家的答案 當第一架飛機回來後 卻有確診病例 我們覺得有很多的落差 所以我們還是秉持 蔡總統所宣示的 弱勢優先 防疫優先 要確認弱勢防疫優先 第二架包機才會返台 因為第一批名單由徐振文和台協 當地台辦主導 不只名單人數都不攏 還被爆料 罔顧老弱婦孺優優先原則 回來的多是有錢有勢的台商家屬 機上也出現確診案例 防疫出現大漏洞 爭議爆發後徐振文身影 台協也沒再回應 也提供了121位 急需返台國人的名單 並明確表示 因有方派遣華航扮機 來執行任務 也規劃一組 12位防疫醫護人員同行 以確保登機前 飛航期間防疫與人員照料 能夠嚴謹周全 建定是防疫優先 弱勢優先的原則 中國方面 能就以各種理由拖延 要接國人回家 我方積極備戰 堅守三大原則 名單要符合優先登機資格 安排我方防疫人員上機 由華航載運 然而中國不顧我方防疫考慮 強勢提供979人名單 主張由東航分五班載運 也拒絕讓我方防疫人員登機 堅守防疫底線 我方持續努力 希望儘速協商出 滯留台人的返台時程錶 好 每次我們都會討論說 那到底台灣的防疫能量是什麼 其實現在也不是能量的問題 我們能量如果再強 遇到這一種人 防疫是政府的事情 不是我的事情 真的是 你就算再多的醫療資源 恐嚇也是不夠的 醫師你的看法 對 我覺得台灣的民眾很多人 都有那種過度解讀自由跟人權的事情 好像大家都說 我有什麼自由 我有什麼人權 我想要做什麼就做什麼 這是錯的 這是錯的 尤其是在國家有危害的時候 國家有災難的時候 所有人的人權跟自由都必須被限制 所以我們才會說防疫是同作戰 那比如說現在我們有很多人 什麼居家隔離 自主健康管理就跑出來了 因為他們覺得說我現在沒生病 那防疫不是我的事 所以我出來 這種人最可惡了 這個就是你沒有居住的 你必須限制你的自由 因為我們現在是 已經成功的圍堵到現在 非常的辛苦 防疫人員非常的辛苦 我最怕的就是這些人 裡面有些人帶病毒 以後發病 然後就傳給社區感染 那傷害的是整個國家 那你如果說 無限的去伸張個人自由的話 那我們醫護人員怎麼辦 我們醫護人員是不是可以主張說 我有健康的人權 這樣我就不可以去看 病人我病患我不看 可以這樣嗎 我拒絕去看病人 其實我們2003年SARS的時候 是有發生這樣的事情 我自己都認為SARS發生的時候 你如果不去看病人 不敢去看病人 拒絕看病人的人 那種人要吊銷醫師族執照的 你那個時候 國家危難的時候 沒有 有些人權必須被限制 我們就是要留在崗位上 這是你的義務 不是你的權利 所以說這是政府的事 這是全民的事 在講什麼話 什麼政府的事 是全民的事 那政府沒有民眾的配合 他也做不到這樣子 我們沒有那麼多人 幾百人 居家隔離 現在已經三千人了 他們是為了我們國家的安全 上市的 是犧牲了自己的自由跟權利 任何人 不能在國家有為難的時候 以人權之名 以自由之名去傷害群體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今天最重要的一件事 感到達為了 今天是我們的